但是我跟月老講的是 現在不要給我愛情 我要的是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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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的 月老最重要的 他也有在掌管人世間的人員 正式工作 所以月老的工作很多 但是我跟月老講的是 現在不要給我愛情 我要的是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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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爺關了你一扇窗 但他會為你打開另一扇窗 時機到的時候 說不定你會工作多到忙不過來 對 所以我覺得我不擔心這些 明天也是工作動不過嗎 明天的工作就是聽我的歌 這個製作人他是 金曲歌後秀卿姐的女兒林莉 他為我量身訂做的 因為他也曾經當過歌手 但是他反而喜歡製作音樂 在我們16歲高一的時候 我們許下一個諾言 他就說 我第一個做的歌手的歌 我一定要給你 就在我20歲的這年 我達成了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很感謝他 最重要的是 我和他真的是 時差顛倒 因為我每一次要找他的時候 我就是要在半夜 然後他又是一個很難聯絡到人的人 我就是那一陣子 6月 7月的時候就整個 一直在跟他密集的在溝通說 我的歌 我的詞 要怎麼做 然後 我覺得 我想要傳遞的是什麼 他其實已經偷偷在做 我的第二首歌了 我當時給我金劍聽demo的時候 他嚇到 前奏就會這麼的炸裂 所以下一首歌就可以讓大家知道 就是 又是一個不一樣的風格 我從小就是在神明的身邊長大 所以我幫你們防止 你們不會說什麼 那秀卿姐有跟你什麼介意嗎 我真的沒有聽過他 我覺得秀卿姐如果看到新聞 他應該會嚇到 因為林立也不會跟他講說 他有幫我做歌這件事情 那他不是你的菜 他不是我的菜 他把我當姐妹 我把他當兄弟 因為他現在 在美國就是 我那時候跟他視訊的時候 然後我都說 帥太黑了吧 然後他甚至現在眼線都可以 畫得很歐美 連眉毛都是 完全融入了當地的文化 對 所以你沒有插出一些愛的文化 我不是他的菜 他喜歡外國人 哦 所以這四年都一直有保持年齡嗎 有 去年 還是前年 他有回來 兩個月而已 然後我們就一週聚一次 但那時候是 都成年嘛 所以就是我們會去小酌一下 但是 我現在完全戒酒 就是我跟神明許下諾言 我就是不合作 因為我的肝又不好 第一身體是最重要的 你沒有一個完好的身體 你就沒有辦法做任何事情 肝為什麼不好 那時候在原子時期 那時候壓力很大 因為是比賽 呃沒日沒夜的在練習 練習練習 可能睡眠不足 加上我又吃了那個 口服A酸 對 啊口服A酸本身就是比較傷肝的藥物 對因為為了要讓皮膚保持好 然後就開始喉嚨痛 扁桃腺化膿發燒 一直燒怎麼樣都不會退 然後結果去掛急診 我想說不行 這真的可能要掛急診 一抽血 肝子數飆到五六百 然後醫生說 你知道你要爆肝了嗎 我說蛤 因為我自己真的不知道 我以為這是一個小感冒 然後最後還好 我也向神明許願 救我這一命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當下 我會不會真的因為這樣而走了 我覺得就很感謝一路以來 神都一直在幫助我 如果我再拖一天 可能說不定就真的 拜拜這樣子 對 那後來怎麼對你老實現 後來我就變得很養生 我現在不喝甜的 然後只喝溫熱開水 然後再來就是要運動 酒不碰了 也一滴酒都不沾 多拜拜真的太有效了 大家真的要多拜拜 保持善良的心就會 一切都會順利 對 OK